1 2 3好多艘漁船包圍基隆朝近海湾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民众 都会被这惊人场面吓到 经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剥皮鱼大咬 渔民钓客各个蓄势待发 但是因为渔群比较靠近海湾 保育区又禁止捕鱼 这几天才会有船只包围在海湾 带你来听一段附近摊商的说法 很多人买 很多人喜欢吃啊 肉质啊 没有吃啊 大概有超过50艘 大大小小 有SUP的 然后也有大的游艇 包围在外面有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保育区 当然保育区内他们就不能进来 马面屯又成剥皮鱼 距离上次大咬已经睽違4年 但其实每年的11月到12月 台湾的东北角岸边 都会出现大量的剥皮鱼回游 只是靠近海湾 钓客在岸边就能钓到的盛况很少见 目前剥皮鱼市价大约落在350元上下 虽然渔民都为之疯狂 但还是选择遵循法规 在保育区范围外等待机会 在保育区范围外等待机会